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周梓樂同學的家屬 昨天就在大圍寶福紀念館為他設靈 從下午5點開始 不斷有市民排隊 前往悼念 直到晚上10點多 依然每一個時刻 都有超過幾百人排隊 市民是相當踴躍的 因為大家都很不捨得 亦感到很難過 大家都希望周梓樂這件事件的真相 能夠早日水落石出 為周梓樂討回公道 使他能夠沉冤得雪 但是昨天下午有些市民排隊的時候 那班警察又做了一些很缺德的行為 老實說 人家已經是徹靈 死者為大 這一直都是華人的傳統思維 你都要這樣來干擾 前往祭祀的人 這些真是很缺德 很不要得的行為 那班警察在做甚麼 昨天下午4點開始 已經有些防暴警察 在大圍火車站附近戒備 去到旁晚的時候 已經有超過幾百名市民排隊 一直都有這麼多人排隊 可想而知是有多少人 前往悼念 但是這班警察 竟然在排隊人士上邊的天橋 作出一些挑釁行為 去到7點多時 在天橋的位置開始 截查那些穿著黑色的青年 期間有些長者 跟警察在那裡吵架 其實是真的受不了 情緒激動地跟警員說 死者為大 要呼籲你們 不要作出這些 截查的行為 很缺德 很卑鄙 老實說 有甚麼要查 一些青年的同胞 去悼念 周梓樂同學 他當然是穿黑色的衣服 你在這時候還要去截查他 你真的很沒有品德 他不穿黑色的衣服 難道是穿甚麼衣服 難道是穿七彩 這是對於死者的尊重 亦是作為一種悼念的精神 這件事你自己也知道 作為一個普通的常識也知道 擺明那個不是示威活動 大家都尊重他家人 想整件事件低調去處理 你還要截查那些穿黑色的青年 連香港人權監察也批評你 說你這種干預和騷擾制製活動的 所謂的警務措施 是超越了道德人倫可以接受的底線 這個批評非常客觀 不要說別人就是冤禮 老實說 你對那些悼念的市民都懷有敵意 想盡辦法來阻撓和圍難他 尤其是針對穿黑色的青年 老實說 你這些警察已經跟整個世代隔絕了 你為何經常說要修復警民關係 你還要做出這些行為呢 擺明就是挑釁 而且穿黑色的衣服去悼念就是華人的傳統 難道穿全身七彩嗎 你也尊重死者 尊重他的家屬 還有 任何一個政治背景的人 他走了都不應該受到這種對待 做人應該要有同情心 同理心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人家都只是拿著白花去悼念 你還查什麼 你不要再在那裏找 賴三賴四 一會又說去執法 一會又這樣那樣 沒有人會去那裏搞事的 大家都是尊重周同學和他的家屬 你搞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與民為敵 是不是心虛呢 這件事是不是跟警察有關 交由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以及交由四恩廷的審訊 你做這些小動作 你只會激起更多的民憤 你真是黑人憎恨 真是不得了 好了 講完這壇事 就講回這個立法會了 昨天 整班人好像群魔亂舞 尤其是又再講一下 梁美芬 我完全明白為何這些激進的建制派 永遠就將這些死物 將這些建築物的價值 置於人的價值之上 是不是 他們永遠都是這樣的 漠視人的價值 死物就比活人更加之重要 梁美芬就是一個例子 其實很多深藍的人都是這樣想的 所以有人死了 他們就覺得完全不當是一回事 但是那些建築物受到破壞 馬上就撲出來說要譴責這個 開槍他們都覺得沒問題 對著那些青年同胞的驅體 梁大議員到底說什麼呢 他就說 立法會的大流被完全破壞 就是法治受到最沉重的打擊 對香港的負面影響 比721和831的事件更加之嚴重 他就說 自此之後 很多年輕人不再尊重法治 老實說 你這些就是偷換概念 梁美芬 現在你說的立法會大流被破壞 然後就可以延伸到法治受到沉重打擊 老實說到底哪一個破壞法治呢 破壞法治那就是警察 警棍門已經是 機場那裏 為什麼你可以帶身宿警棍 走進去機場 然後沒有任何的 法律責任 喂 這件事在十幾年前 一個外籍的總督察 他都一樣是帶同一樣的 伸縮警棍 進去是會被人拘捕的 哪一個破壞法治 哪一個令到法治倒退 是不是 就是警察 你說現在 那些人破壞這個立法會大流 令到法治受到沉重 是錯的 只不過是你那種建築物受到沉重 法治沒有受到沉重 因為在這件事件當中 其實那些警察就已經有翻查過閉路電視的片段 有一些青年 是曾經進入立法會裏頭的 是被人拘捕了的 有人是因為這件事被人拘捕了 有人被人拘捕 然後進入司法程序 是不是 那怎麼會 法治受到破壞 如果你說那些人進去搞完一大堆東西 去燒東西 扔爛一些東西之後 然後沒有人被捕 司法又不審訊 這個就是破壞法治 實情不是這樣的 你不可以偷換概念 是不是 將立法會大流被破壞 就變成了 法治受到破壞 法治是沒有因此受到破壞 你不能夠將一個法治和一座死物 劃上一個等號 這件事是偷換概念 在邏輯上完全說不通 好了 第二件事 他就說7-1比7-2-1 和8-3-1更加之嚴重 又是再一次反映到 你是將這些死物的價值 置於活人之上 是不是 這些 立法會大流 破壞了玻璃 甚至是燒了一些文件 或是燒了一些畫像 噴到破壞了 范徐麗泰畫像 曾鈺成畫像 梁君彥畫像 好了 被人弄破壞了 但是 死物是可以復收的 給錢就可以了 給時間就可以了 找人去裝修 是不是 但是人死 就不能復生 對不對 7-2-1 這件事件 為什麼這麼嚴重 因為它就是一個 民意的轉裂點 一群穿著白色衣服的人 衝進西鐵的車廂 無差別攻擊 好了 然後這件事 還有一個非常大的疑點 就是警黑合作 怎麼會 你說7-1 受到破壞 7-1 純粹有班人 去扔東西 還有 你為什麼那群警察 是可以退守的呢 那件事很多人都認為 是警察的空城計 故意 就是用一個策略 全部放了一群人進去 當時是有這樣的說法出來 到底是還是不是呢 就由獨立調查委員會來調查 你現在調查不到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判斷7-1 這個立法會的事件 是比7-2-1和8-3-1嚴重 8-3-1甚至乎是你那群警察 速龍走入車廂 無差別襲擊的乘客 你根本不知道那個是乘客 還是示威者 哪怕他真的是示威者 你都不應該這樣一棍二棍地撥下去 因為你應該將他拘捕 然後接受司法的審訊 是不是呀 即是7-2-1比7-2-1-8-3-1嚴重 就證明你是冷血無情 是不是呀 梁大議員 好了 接著何君堯大議員 何博士 現在真是 政法大學 他又在這個立法會大放缺詞 這次他批評的對象就是 林卓廷 他怎麼說 他說在7月21日的傍晚 林卓廷涉及或者參與了 光復西環的非法集會 當日衝擊中聯辦失敗之後 晚上率領多名穿著黑衣 打扮和普通市民無意的人 搭港鐵到元朗站 然後先後多次挑釁在元朗站裡聚集的白衣臣 繼而演變成為集體的嘔鬥 他還說到 他認為這次是林卓廷參與完非法集會之後 帶領黑衣暴徒去到元朗站 襲擊白衣居民 嘩 何大議員你真是這樣說話都行 不如你去做編劇吧 嘩 你真是完全是原告變成被告 老實說 你去指控一個人或者斥責一個人的時候 你必須忠於客觀的事實 我們經常都說 基於客觀事實 作出主觀評論 有幾分證據就說幾分話 大哥 你也要有些證據才行 歷史就不用歪曲 你必須指控一個人的時候 是要基於一個真實的 客觀的事實 你不能夠連事實都是錯的 根據歐樂軒所說 何君堯大議員指控林卓廷 去到上環那裡搞事 其實林卓廷當日沒有去過中環和上環 西環都沒有去過 而且他在721事件當中 他也是一個受害人 因為他也是有被人打打的 大家如果有看片段都記得 記憶猶新 林卓廷就是坐在車廂 老實說他沒有這樣的能力 當日721發生了什麼事 不需要再重複 大家看片段就已經一清二楚 你這樣說完之後 建制派的同事 還在附和你 老實說 這些議會哪有希望 也不是基於客觀事實來討論 談什麼呢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